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经历王子,雷洋老师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四年级暑期班的第四讲 加法原理和惩法原理 那么今天这一讲用老师刚刚学会的一句英语来说 就是very very important 老师这个伦敦乡下口音是不是很标准 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呢 因为从四年级开始 在我们各项杯赛中会出现一种非常常见的提醒 就是计数体,计算的计,数数的数 那么什么样题叫做计数体呢 就是类似的题目中问的是有多少多少种 有多少多少个,问的是个数,种数 那么这种题呢咱们就称之为叫做计数体吧 而今天我们学习的加法原理和惩法原理 是我们做计数体的一个基础 那同学们今天一定要把基础打好了 那么首先先看一下今天要学习哪些基本板块 第一个板块呢我们要认识的是加法原理 那第二个板块就要认识什么了呀 成法 成法原理,对吧 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我们就要用加成原理去做一些典型的立体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道题目 我们来认识加法原理 现在桌上呢有不同的书 故事书呢有15本 百科全书有20本 那么现在问从中拿出一本书可以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 那很明显这道题就是刚才老师所说的技术题吧 因为题目中问的是什么 多少种 有多少种问的是种数吧 那么这道题应该怎么求呢 当然不是很难了 那你想拿出一本书 这本书可以是什么 故事书 故事书也可以是什么 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 所以也就是说你拿出来的书会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吧 第一种类型是故事书 第二种类型是百科全书吧 那第一种类型有多少种不同的拿法 书 因为一共是15本故事书吧 你可以拿第一本 也可以拿第二本 也可以拿最后一本吧 所以如果你选择故事书 应该是有15种不同的方法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选择百科全书呢 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 20 20种 那么一共有多少种呢 你要么可以选择故事书 要么可以选择百科全书吧 那么一共的种类型就应该是15 加 怎么样 加20 那就是 35 35种吧 对不对 那当然这道题是不是非常简单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选择方法注意 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叫做什么 分成两类吧 第一类是选择故事书 第二类百科全书 那么一共就是35种 那么这道题的解法 就是我们讲的加法原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的一个总结 那么加法原理呢 是技术中一种非常常见的方法 就类似于咱们之前学习过的分类美举 咱们之前学习过分类美举吧 对不对 我要取出一本书 把它分成两类 对不对 那么加法原理的操作步骤是什么呢 第一步把需要技术的对象 比如说刚才的利益 需要技术的对象是挑出一本书吧 那首先先分成若干类 比如说刚才就分成了两类 对不对 那么然后呢 求出每一类的方法各有多少种 第三步就是把之前的每一类的方法 怎么样 加在一起吧 那么为什么叫加法原理 就体现在第几步 第三步 最后一步 我是要求和 所以叫做加法原理吧 对不对 好 那么当然另一非常简单 可能有同学觉得 这个题太不刺激了 对吧 太不给力了 没劲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另一的改变 现在桌上有不同的书 故事书有三本 百科全书两本 数学书有两本 那么从中拿出两本 注意是什么 不同类型的书吧 怎么叫做不同类型 你拿一本故事书 那第二本就怎么样 不能拿 不能拿故事书 只能从百科和数学里面选吧 对不对 那么要问两种不同 两本不同类型的书 可以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法吧 那这道题我们就尝试着 用刚刚讲完的加法原理的基本步骤 去解决一下 刚才讲的第一步是干什么 还记得吧 爸 我们要求的一个对象 首先先进行什么 分类 分类吧 对不对 那么现在要求的对象是什么 书 什么书啊 两本 不同类型的书 说完了 你这个书可能是一本 可能两本还跟三本 对不对 注意 这道题最终的要求 首先是两本书 另外是两本什么 不同类型的书 对不对 那么两本不同类型的书 可以分成几类呢 第一类可能是什么和什么 故事百科 可能是故事书和百科全书的组合吧 那还有可能是什么 故事书和数学书 还有可能是故事书和数学书的组合吧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百科 还有可能是百科 和数学 和数学吧 好 我再问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还有吗 没了 没有了吧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一共有三类书 现在是从三类中 挑出两类不同类型的吧 对不对 就这三种方法 也就是分成了几类 三类 三类 那么这是完成了第一步吧 那第二步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还记得吧 爸 你把这个类都分完了 那下一步就是要把 每一类怎么样 每一类 技术 去算一下 每一类各有多少种方法吧 那么首先第一类 是故事书和百科全书吧 那么挑一本故事 再挑一本百科 有几种方法呢 我们来 给这个故事书的三本吧 我们编一下号 大A 大B 和大C 那百科全书呢 是两本 给这两本怎么样 也编个号 那编什么呢 第一 编个D吧 编个D不好 编个小A小B吧 好吧 好 好 那现在来挑一挑 挑一本故事书 可能是挑大A 对不对 那么百科全书就是 小A 那么大A和小A是一种吧 还可能是什么 大A和小B 小B 这是第二种 那大A还可能和别的搭吗 就没了 对不对 那么再来看 大B和小A 大B和小B 大C和小A 大C和小B 那一共几种 六种 六种 非常好 对不对 那下面还有故事书和数学书 那你会发现 故事书是三本 数学书是两本 那和刚才应该是怎么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依然是几种 六种 六种 好 那最后一种呢 是百科全书和这个数学书吧 那咱们还是来 美举一下 百科全书两本是小A和小B吧 然后呢 咱们这个数学书呢 就用1和2来表示 好吧 好 那么选出两本 可能是小A和1 对吧 也可能是小A和2 2 还有可能是小B和1 小B和2 那么一共几种 四种 四种 这是完成了第二步 也就是求出每一类各有几种方法吧 那第三步是干什么 求和 吧 这三类各自的方法要进行一个求和吧 也就是完成加法原理的最后一步吧 那么就是6加6加4等于 16 16种 所以总的方法是多少种 16 听办没有 对不对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加法原理的操作呢 老师首先给你总结一下基本的步骤 然后通过这道题 咱们来实际操作一下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完整解题过程 首先分成三类 然后每一类各是六六 四种吧 那最后一步求和 这个三步 看明白了吧 好了我们加法原理呢 其实咱们在平时生活中还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比如说今天老师要统计一下 咱们学习四年级首席班的学员 一共有多少人 对不对 我可以把这些人呢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男生 那第二类就应该是 女生 女生吧 然后求出男生有多少人 女生多少人 然后把他们 求和 求和就可以了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加法原理 对不对 那同学们可以自己回忆一下 在你平时的生活中 有没有类似的加法原理 在你的生活中 已经被你运用了呢 好 你想一想吧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